拥有80多年历史的台中市市定谷基 原无期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 是全台唯一同时保存派出所 宿舍群以及防空洞的警察机构谷基 由于部分建筑材料及结构体出现损坏的情形 为了保存谷基的原貌 市府决定编列6300万进行整体修复 市长林佳龙这天也特别主持破瓦仪式 宣告工程正式开工 倒数声下台中市长林佳龙和地方名代等嘉宾 一同敲破瓦片 宣告拥有80多年历史的台中市定谷基 原无期官吏派出所及宿舍群 整体修复工程正式开工 这样的一个谷基的指定跟修复 代表我们政府对这种文化的一个重视 那也期待对无期老街的再生 搭配整个历史的现场的重现 让很多的人了解过去 知道现在也能够参与未来 坐落在无期老街的原无期官吏派出所 是全台唯一同时保存派出所 宿舍群及防空洞的警察机关虎机 建物外观和工法 不仅保留着日治时期的建筑特色 更是见证无期地区发展的行衰历程 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但由于年久失修建物出现部分损坏 为了保存古籍原貌 市府决定编列6300万元进行整体修复 除了无期官吏派出所之外 我们还有乌日的官吏派出所 以及丰延顶接派出所 跟台中市 也就台中市的第一分局 而在这四处文字当中 以我们无期官吏派出所 第一个建制最为完整 最为完整 再来呢 它是这四处唯一的古籍 因此呢 它一个很完整的警察机关的建筑群当中 在全国呢 是唯一的 因此它更具有文化资产上的 象征的意涵 文化局也表示 工程预计在明年完工 届时除了规划为旅游资讯中心外 也将作为无期地区文史资料展示 和老街导览等功能 并结合日式住宿空间体验 成为海线地区观光旅游的新亮点 却成不换 抬头策不倒 让这个精髓 看见一下让这个精髓 让各位媒体 好